这次总统大选三位候选人的竞争相当激烈 最终是由民进党赖清德赢得了总统大位 而这回的投票率统计来到71.86% 和历年相比其实并不算高 而台湾历届总统大选最高投票率的记录 就是2000年总统大选 当时有82.69%的投票率 恰巧也是台湾第一次撒卡都 当年选情可以说是更加激烈 总统大选结束 民进党赖清德拿下588万6019票 登总统大位 整体投票率71.86% 但对比2000年的总统大选 当年的投票率更高也更加激烈 回到2000年 当年代表民进党出战的陈水扁 选前民调还一度垫底 最后靠国民党分裂送处于脱党参选 台湾史上首度撒卡都局灭 让陈水扁逆转最后胜选 完成第一次政党轮替 终结国民党长达55年的执政 而当年三方攻防非常激烈 激起选民的投票意愿 最后投票率82.69% 创下台湾史上最高 时间来到2004年总统大选 当时陈水扁遭遇枪击 以微小差距打败连颂配 投票率虽然高达80.28% 但废票也高达33万票 让连颂阵营喊出当选无效之诉 但最后仍以败诉收场 时间再来到2016年 时任总统马英九连任两届 但应爆发马王震争 加上经历88风灾 油电双掌 以及后来的换柱风波 让国民党声势重创 创下自2000年总统大选以来 蓝绿得票数差距最大的一次 而且投票率仅66.27% 创下台湾史上投票率最低的一次 那至于热不热闹 有没有很踊跃 这个可能各方面看法不一样 2024年总统大选 虽然投票率破7成 但对比上一届2020年的74.9% 投票率略显下滑 每一届大选都因当年的国际情势 或国内政界重大事件 影响选民出门投票意愿 之前发现您招新闻台北报导